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可能没有想到过一个完整家的温暖和喜乐 甚至在他的建议中 他可能受到过家庭的暴力和推展 但他心目中对美满家庭的憧憬却长存了 比如说 我就是在一个不完整家庭长大 我重要不在乎父母身边长大 又遇到文革 那家庭并没有给过我那种温暖和保护 但是很奇怪 在我的心里 家庭始终是有一个神圣模样 我认为家庭就应该是和谐的 温暖的和喜乐的 那借在小的时候 我在一些小话时中看到 那些温暖的家的图画 我心中就有一种暗朗不中的激动 想要把这些画面画下来 我想 一个人对家而言 都有一种深深的盼望的 虽然在我们的生活经济中 我们可能一生也无法享受一个 真正的家的温暖 事实上 由于人性的不完全 以及各种的局限 人们所生活的这个人间的家呢 永远不会是理想的 甚至是充满着各种争吵 勾引斗角和欺骗的 如果人性家不可能是完美的 甚至是充满着这些黑暗的东西 那我们不仅要问 在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多大的意义 人为了生存需要劳苦的工作 然后在劳苦之余 还不能有一个安逸的家 可以休息和享受 可以得到安慰 那么我们真的不知道 人生的价值竟在什么地方 这就是人生的气点 当然 当我们听到来自神的福音 我们在真正的 那个从深深的福音中看到希望 愿意出人间的家 我们还可以借着神的拯救 去到神的家 那家就是完美的 当我刚刚成为基督徒的时候 我对神的家族的感觉 并不是十分清楚的 慢慢的我开始了解到 我们成为了基督徒 我们就成为神家族 比如说神的家在天上 神的家就是我们的天家 这一点也不错 但神的家同时也在地上 那就是我们的教会 虽然我们的教会可能不完美 但我们要知道 我们天上的家是完美的 我们将在天上的家中 与神在一起 永远享受着 完美 我不知道在你的心目中 你如何来体验这个概念的 如何来聪明将来天上的家 今天我们介绍来看 我们应该如何的来看来神的家 神家在天上 在地上 真正的意识到我们的身份 和我们的虔诚 是我们在地上的家中 也能够活出 那属天的完美的社会来 那现在我们看 今天的读语经文 今天的读语经文很短 只有两句经句 在有所述 二章十九 和三章十五节 我们大家起立 我今天是很欢迎 这样你们不在座外人 和客人 是与圣服同国 是神家的人 天上各家都从而断面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读语经文 那今天的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 我们都成为神属天的儿女 神的儿女 当有的地上生活 那首先看第一部分 我们都成为神属天的儿女 那我们首先来看 我们是如何进入人生的家 一般来说 只有两种方式 能进入一个家庭 一种是你出生于这个家庭 那么你就这个家庭成员 那另外一种是 透过收养 而进入这个家庭 那在这两种情况下 不管出生还是收养 你都有权利继承 不过财产 那保卧在以弗所说里面说 这样你们不在座外人和客旅 是与圣徒同国 是神家的人 那我们究竟是如何进入神的家呢 事实上 我们进入神的家 第一次通过出生 也是通过收养 那概括说 神借着基督 道徒生 为我们上师的家 请我们赎罪 这神为了我们能够进入 祂家所做的客观上面准备 但另外我们在主观上面 这神界的圣灵 被我们经营有效的护照 使我们愿意悔改 来达面前 神说话是我们重生 是我们因此呢 能够有真正的信心地 接受基督的拯救 我们因此而得救 向神的阿姨 进入神的墙 但如果从仔细来看 我们在此经营了两个步骤 出生和收养 那么以前我们在念 这个主流学的系统试验时候 我们先看张表 张表就是 就是神拯救我们的八个步骤 那从这个八个步骤里面看 其中第三个步骤 也就是人被重生 这非常重要 因为在灵里面 我们本来都是处于死亡的状态的 那神让我们重生呢 就是让我们重新活过来 还要我们在灵里面又出生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出生 这非常重要 因为耶稣对尼克蒂姆说 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见到神的国 所以我们必须在灵里面出生 也就是要见到重生 那神让我们重生 就是要我们能够真正有心 来关于神的故障 认罪悔改 来接受基督的拯救 没有重生 就无法跨出信任这一步的 那么当我们重生的时候呢 我们才真正的悔改 来信到耶稣 所以能生产拯救我们 让被神称义而得救 然后最后 我们就为神有收养 成为他儿女 这就是收养 所以我们这里看到 从出生到收养 从教上来说呢 中间经过两个步骤 一个是归正 一个是隐称义 但是呢 在实际上 从出生到收养 是顺全完成 所以神就是这样 透过我们的重生和收养 使我们进入祂的家 特别的 我们应该看到 我们能够进入神的家 神话何等的大家 这让基督经历的 实际上的痛苦 赎去了我们的罪 我们才能够 以一个异正的身份 进入神的家 当我们真正了解到 我们所经历的 我们家的何等需要来 赞美和感谢我们的神 所以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是何等的荣耀 我们进入神的家 那这是怎样一种概念呢 这每一个基督徒 自从信徒之后 他总会思想到这个问题的 那当我们意识到 我们是神的儿女 是创造这个宇宙的 造主的儿女 同心总有一种 强烈的自豪感 但我们究竟能否想象 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将来来到我们的天江 我们将是怎样的一种美满 未然这个问题 可能是我们仍然在世的 基督徒永远无法显现的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 我们可以说 天国的美满 是地上美满的一百倍 一千倍 可是一百倍 一千倍的美满 是怎样一种概念的 从字面上来看 我们在理性上能够理解 但从情感上面 我们不能体验 因为那种美满 是我们从未体验过的 保罗在以复从事一开始 就要来刻画这种美满 他说神 祂在基督里 曾赐给我们天上 各样属灵的福气 然后祂从四到十四节 到整个世界经过当中 来刻画 神已经赐给我们的福气 但这只是紫面上的利益 圣语在很多地方 都刻画了天国的美好 但这种刻画 能不能带给我们真正的感受呢 显然不能 因为我们还没有经历过 我想当我们在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可能获取了一个重要的点 那就是 我们没有把我们得意的感恩放进去 这单单的思考是我们将来的得到 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感恩放进去思考 那我们的感受就会不一样 我们得意前都是罪人 是要下地狱的 是神让基督道成肉身 经历了十字架杀苦难 从而 祂成就了 如果把我们本来要下地狱的光景 让我们被神拯救 将要去天堂 就在一起来思索 那我想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都能够真正体验到我们得救的价值 和将来在天堂美满 我们也真是从心里面感觉到 我们是何等乐器 成为神的阿女 是何等能量 我们就跟像路加比较的浪子一样 这个浪子可使背叛他的父亲 离开了他 浪费他父亲给他的一切 我们和他一样 背叛 忘了负义 并且不断地违背我们的神 将我们的神据现成为父亲 当儿子回来的时候 他会借着在他的手上 给他最好的衣服 并摆设宴席来庆祝他的归来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作为浪子 他本来要流浪街头的 可是如今 当他看到他父亲如此的接待他 他想怎样的喜能呢 但我们本来是要下地狱的 如今我们就可以上天堂 我们才感到何等的喜能呢 所以我们做感谢 我们还需要去思考其他东西吗 我们天下是美满的 当我们一个感恩的新来世主的时候 那我们就用真正的天堂 在那美满 但是我们应该如何来进地上神家呢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真正得救的基督徒 我们会有一个从感恩海来的这种体验 我们会真正体验到我们美好的天真 我们下旧 我们天将在那里永远与神在一起 那是无比的美好的 但是我们意识到 虽然从属灵上讲 我们已经得救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已经在神家了 但是我们 仍然在人世间 地上神家 我们在地上神家 那就是我们的教会 当我们还在地上神家的时候 我们该如何做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正道的要点 但有一点非常显然的 我们会做好准备 因为基督要再来 他会带我们去天上神家 这样前面一次讲的中所看到的 我们是住在一个非常迫切的时刻 我们要期待耶稣基督 当耶稣再来的时候 我们要预备好自己 而这个准备 是需要我们今天做的 是我们一项重要的工作 我曾经听过一位基督徒基督说 我暂时每一天 就是为了我们将来 要尽量而做准备 我十分赞同他的话 我不止在做准备 还是基督的心情在做准备的 那记得当初 我要决定来美留学的时候 在澄清的前一周 那可以说 我每天都是怀着激动的心 来做各方面的准备的 那当然留学 意味着要离开家人 而且我累累新婚不久 总有意义不成 但说实在的 我们俩都是怀着激动的心情 我们即使会分开几年 但是我们想到了更远将来 所以我们在天上 我们要为将来去天下做准备 为去天下做准备 这固然是极为重要的 但我们还是要努力的来进地上神的家 那就是我们的教会 做个准备去天下 是属于个人性质的 而进行好神的教会 是我们在为神工作 为神事工 那么我们在准备去天下说 我们该如何来进行神家 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 事件里面说 黑夜已深 白走将近 我们将脱去暧昧的行为 带上光明的兵器 那保罗的意思 虽然我们还在地上 我们在行为时 要以一个天国子民 来对待一切 我们要脱去旧的衣服 换上天国子民新的衣服 那就是耶稣基督 当我们一见了 自在在地上神的家生活 我们就能自然而然的 合身的幸运 这就是我们要努力来追求的 下面讲一个关于 黄角士长老故事 那黄角士长老曾经是 Princeton大学的实验物理学家 他也是一个著名的 婚姻部老将 但有一次呢 在他讲道中 他分享他在上大学前的一段经历 他说 他上大学没有参与高考 是保送的 因为他很优秀 那有一天啊 在中学的校长高大 他被保送了 他听说非常高兴 他回到家中呢 是不是变了一个人 平时他总要和弟弟争执 但内殿回来之后呢 他不再有弟弟争执了 在许多方面 他大度的 让他体力 那用他自己的方法来说 他就说 我已经是大学生了 我不再与你小 还是计小 其实那个时候 他还不是大学生 他只预知他会保送 很快 就要成为一名大学生 但他已经把自己 当成一位大学生了 一个大学生的姿态 来对着他弟弟了 那这个故事要点是 那当我们以一个喜悦的心 来等待将来要到来的 美好生活的时候 我们自然而然就会以将来的 自大来面对现实的生活 这黄晓舍不如可以用在我们基础的身上 我们将来会进去天上神家 那机会美好的 当我们如今还在地上神家 我们就要以天国子民的身份和自在 来面对我们地上的生活 当我们以将来天国子民的身份和自在 来面对我们的现实 我们就能为神 惊扰地上的家 将来我们会去天家的 那一切多么的美好 但有真正的平安和谐和喜乐 当我们想到这一切 那我们就能以天国子民的姿态来侍奉 尽管我们在地上会遇到苦难和措施 但是我们却能在 在那不十分完美地上的怀疑中呢 或是比较完美的天上神明的生命来 现在我们看第二步 是让儿女当然有地上的生活 首先 教会是我们一起团聚的地方 那既然教会是地上神的家 教会自然是我们基督徒团聚的地方 那就像每一个人间的家庭一样 一家总是愿意多花时间在一起 一起吃饭 一起做家务 一起玩 那当然 由于一些特殊原因 有些家人可能无法站在一起 就比如说我吧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 我一心坡在学校的工作上面 不顾上家庭生活 尤其是2017年以后 我开建议学校形成工作的时候 可以说 我是从早忙到晚 那后来我感到这样做的不对的 现在学校不管移动嘛 我都要安持回家 那尽管人们因为各种原因 有的时候 无法与家人在一起 但是人们的心总是在家里的 因为家庭总是温暖的 和谐的 那没有人愿意 日日在外面拼打 而不愿意回到温暖的家 那同样 我们基督徒 被人拯救 被收养 进入了神的家 我们为何不愿意回到神的家呢 我们曾经流浪于世间 如今呢 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为何不感到高兴呢 这更何况我们将要去天上神家的 但是无比而美 所以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神家 也就是我们的教会 要真正的团结在一起 我们不要离开教会 再度成为流浪汉 我们要珍惜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团聚 那么我们在教会里面团聚 那什么才是我们真正需要成就的事情呢 首先那就是我们一起敬拜神 因为神是我们的天父 我们一起敬拜他 那是无比的美好 那记得我每次去中立会 我作为感到激动人心的呢 那就是与第二地的弟兄姐妹 一起来敬拜祝 我们一起听牧师的讲道 一起吃饭 一起唱歌 那才真正的正宗人心 我们虽然来自各地 但圣灵将我们紧紧的连在一起 东令会总是短暂的 那当我们要离开会场的时候 我们总是有念念不舍 但是在我们的教会中 圣灵随时把我们紧紧的连在一起 在家中我们可以永久的享受 从敬拜神的美好感觉 当然地上神家 教会总有不完美的地方 圣灵随时会矛盾 但是 只要我们一个天上神的儿女心态 来进地上神家 一个敬拜神的心态来经营 我们就不会因为我们教会上有不完美 而影响我们的教会人生物 我们会以何以为众 以可天上神的子女的姿态 尽可能来一起努力 以决定结为 这样有心有待 一起买生 就像方小时长老 当被保送上大学的时候 他心态就不一样 虽然他仍然生活在过去的环境里边 他取新的心态来面对他第一代 不再与他争吵 第二 教会是我们彼此相爱的地方 那既然教会是我们基督度相聚 一起敬拜神的地方 那教会也是我们彼此相爱的地方 没有人认为家人应该跟着讲 互相不信任 一项最主要的 就要彼此真诚相爱 因此我们在教会就要真诚地彼此相爱 这是神给我们的命 前面我们看到 老宝在罗马师中讲到了基督爱人的法则 他说爱人不可虚假 又要厌恶 善要亲近 爱的弟兄要彼此亲热 因此要彼此退休 所以我们在教会里边 要真诚地彼此相爱 我们基督之间爱不可虚假 就不能像世人之间那种世俗的爱 那是表面的 是有着各种目的的 从本上来讲 我们基督的生命本来就会自然而然的流出爱来 因为我们的新生命是从神来来的 而我们的神的基本属性之一呢 就是爱 包括说 我们基督要爱所有的人 包括我们的仇体 那如果我们应该爱我们仇体 那么在教会里 我们基督之间 岂不是更应该真诚地相爱吗 我们要知道 彼此相爱 在地上神家 在我们教会中 是多么的重要 那这一书中说 他恨能挑剂争端 爱能遮掩一切过错 那保也说 最要紧的是 彼此切实相爱 因为爱能遮掩 去做罪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他仍然是处于我们的成圣的过程中的 我们的心思意念上不完全 因此 这虽然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 但我们还是会有犯错什么 都在任何人的观念上面 那为了我们能够在神的家中 活着这个和神心的生命来 我们就必须彼此相爱 因为彼此相爱 能够掩盖我们自身罪 能够来弥补 因我们的罪而带来的 弟兄姐妹之间不合 所以基督徒在教会里面 彼此相爱是多么重要 但是我们要真正做好这件 只有真正的仰慎 我们才能说我们家中的天父 我们要定睛在我们天父上面 我们才能不顾忌 我们自身的利益和得出 为天父而真诚地爱我们的弟兄姐妹 这应该成为我们的一个决定 当我们把爱当成一个决定的时候 我们就能真诚地爱弟兄姐妹 这样我们才能在地上圣家 能活出一个生活安全性向 从而我们的真正的经济和教会 所以我们要从自身做起 活出一个真正爱人的神 我们不要把眼光发在他们的身上 我们要定在神的身上 为了神 我们首先自己要真诚地爱弟兄姐妹 不要怕是非 当我们做好了 当我们自己做好了 我们必须要我们自己的见证 这个见证会感染他人的 生也会来付出我们的 有一个牧师说 他在人教会没什么高手 他不善言辞 也没有交集的天父 他唯一可做的 就是真诚地对着他的慧众 真诚地爱他们 不求自己的益处 努力地为别人做好 别人不愿意做的牧师 其实这个牧师所讲的 就是他的高手 这才神所称喜悦的时光 让我们都能够这样仰望神 不求自己的益处 单单的爱他人 那教会就成为一个信王 很信的教会 第三教会是我们成长地 我们在地上神家 在我们教会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都是在走自己成神道 也许说 我们在教会里面需要成长 因为我们的灵命 还没有真正的成熟 我们需要成长 我们的成圣 当然是我们与神合作的过程 但是神引导我们 祂把我们放在教会里面 成为基督圣上的自己 所以我们能够通过 事奉 和与其他自己的交合 而成长起来 所以我们基督徒的成长 不只是个人修炼的过程 而是与其他自己 一起成长的过程 神在地上家 也就是我们的教会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生命真正成长的 那西班牙书十章 二十五节里面说 又要彼此相顾 要极发爱心 勉离行政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 还那些停止惯的人 大家彼此劝勉 既知道 那日子临近 就更当如此 所以我们基督在 我们的教会当中 靠着我们基督徒之间 彼此相顾 既放爱心 勉勉行善 使得我们的灵敏 能够真正的成长起来 但是我们的成长 一定不是一般丰盛的 那么当我们的灵敏 还很幼小的时候 那罪在我们的身上 才有很大的权势 我们的事物还非常强大 质量也非常强 在人群中 我们不能受到委屈 不能吃一点亏 不能包容 不能几两大人 不能惯慰思考 我们不会为别人着想 然后现在有一点点的受伤了 就要记得满击 那渐渐的 我们的灵敏开成长起来 这在中文面前 千非算是王生虚言 但是虽然我们也有成长 但我们心里可能还不是很稳固 我们还很容易被关系误会 而挤着肉体 给魔鬼留意 最后我们进入了成长的阶段 我们愿意把一切交给神 真正的千非算福 我们在教育中为神做工 募求自己一点的好处 真正爱丁丁丁丁丁丁丁 这个魔鬼要我们来清救 妥协 虚无 不遥动 我们绝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那以上就是一个基督徒的成长 但这样的成长是离不开教会的环境的 没有在事物中互相的摩擦和碰撞 那幸福是不会发现自己身上问题的 因圣灵也无法借着自己的问题来关注 不但磨杀 不但碰撞 甚至不但光照我们 我们的生命才真正的成长其他 所以教会是我们成长的教会 我过去曾经说过 在东令会下一步 曾经是我的神学院 因为我机制参加东令会和夏令会 是我新闻主 那么我现在可以说 那教会成功 生命成长的教会 我将做八年同工 我很感激神给了我事物的机会 使我生命能够成长其他 那过去曾经听见 一位弟兄说 那做同工就经历神的过程 我深刻体验到这是个事实 在教会中 事物上未必是一般丰盛的 因为我们在事物中要学习 如何来摆脱自己的老母 就在过去的事物中 有的时候会软弱 但每当我有些自在想法的时候 神总是借着圣灵来光照我 所以我立刻看到自己不足的一面 后来我慢慢听到 这就是我生命成长的时候 但有的时候 神也借着各种坚弱的环境来试验 使我学会放下自己 单单的养活它 让回首过去走过的路 那每一步都是从细心的带领 来帮助我们成长 然后我前面的道路还非常非常长 因为成长需要我们一生的世界 所以如果没有教会 没有在地上神的家中的磨炼 我们是无法成长的 我们也是会无法预备和我们自己 去天上神的家 最后教会希望我们彼此扶持的地方 但我们的教会 那现在地上的家 那既然是我们成长的地方 那么这个家呢 也将是以学人为标志的 我们在成长当中 会遇到障碍困难 但有的时候我们会迷失方向 甚至侮辱嫉妒 这个时候我们金融节目 就会来帮助我们 来辅助我们 这是每一个信徒的真正的指责 马带福音18章15到17节呢 这种谈到在教会中 我们应该如何来帮助那些犯错 或迷失方向的基督 这里面是要说 假如你的弟兄得罪你 你就去 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 迟着罪了 他能听 你便得了你的弟兄 他能不听 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 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座坚持 继续要都可定准 若是不听他们 就口教会 若是不听教会 就看来会像外邦人和水利一样 那上午经文呢 被称为是教会的基督 教会如果没有去 就会羞辱主民 可以撒丹 这个亵渎的把柄 这会使人嘲笑 攻击对象 这个剧当然是严肃的 不可获略的 我们感谢神 为我们制定这个 这么样的合理的基督 但是我们心里会明白 这个基督的背后阻止 是让我们在信徒 彼此的父子 彼此的帮助 我们需要以爱心而维持 和执行这个基督 当我们真的有爱者 爱人心的时候 我们就能通过这个基督 有效地来解决关系 当教会在自己中 在同同之间有奸细 误会不愉快事的时候 我们绝不能高高在上 如这个审判官 法官也来审问 处理 更不能寻求 事实的律法来处理 但保护说 你们中间有逼的宣证是 正在不义的人面前求生 而不在圣徒面前求生 在七几年代初的时候 在香港的法院面 就曾经发生一件 正经的事情 由于一间 华人教会的父子同工 为了争夺 这会成的事情 而竟然告上了法院 当时英国基督法官 记得他们面前打开 更多前十六章 一到八期经文 他问他们 是否念过这段经文 是否相信这段经文 是什么话 法官说 难道你们自己 不愿意靠神的真道 来和解吗 还要来告到法院来吗 他们说 立刻修悔了 拆下了案件 他们回到教会 靠神的话 解决了问题 感谢上 所以我们在地上 神价中 满想彼此的父子 不想帮助 努力的在主内 解决一些奸细 误会和不愉快的事情 我们必须在世面前 做我们好的见证 我们是神的儿女 只有这样 我们才在地上的神家 努力的护原福祉 一起成长 所以今天我们讲的两个部分 我们都成为神属天的儿女 神的儿女当有的地上生活 今天我们正常主要讲到神的家 我们教会就是神在地上的家 我们将来是要去天上神的家的 成为神的儿女 是何等美好 我们本来是要下地狱的 可是神拯救了我们 所以我们进入祂的家 所以我们反对永生 当我们真正来感恩神的时候 我们才真正的来憧憬 并尝试着来体验 在天上神家的美好 虽然我们仍然在地上 然而我们应该以 天上神的儿女的心愿 来经营地上神家 那就是我们教会 教会就是我们这群 将来要去天上神家的儿女 在地上神家 我们是多么盼望 来到天上那一天 但我们同样也是 应该是喜乐的 圣诞地上神家 地上神家是我们一起相聚的地方 是我们彼此相爱的地方 是我们在祖内成长成熟的地方 也我们在祖内互相扶持的地方 今天的正道告诉我们 做一个基督徒 一个神的儿女 在我们地上的岁月里 我们应该如何以天上神的儿女的心态 来进入地上神家 那就是我们教会 将来今天的正道 留给我们一个问题是 我们打算如何去做呢 我们的教会证书 在转移经和福音之中 我们需要摆定我们的心态 我们需要在这个地方的神家 努力地摆上我们一切力量 这是无比美好事情 让我们一切努力 要为神家而烦恼 我们养成长成熟的地方 我们使用到我们的心态